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跟上银科技再次的洗手 将Smart智慧制造专区产业机器人展示来升级了 不仅将云游的八项展品来更新 还新增了三项机器人应用与半导体制成的展项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民众对于产业机器人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 将只有在工厂才看得到的半导体晶圆移载系统 直接搬到展示厅 让民众可以体验系统式如何运作 这是上营科技与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合作建制的 Smart智慧制造专区产业机器人 经过一年的规划设计及制作升级2.0版本 加入了三项全新的机器人应用与制成的项目 光雕剧场学生们能够从围观到具观去了解说 如何从一个齿轮小银件组装成一支机械手臂 然后再由更多支机械手臂组装成一个智能化工厂 包含多了像一个罗杆智慧罗杆 还有我们导臣的一个单轴机器人的一个介绍 了解说什么叫精细 如何去让移动能够快速 包含也有经验型机器人 它应用在什么样的场地 当然是应用在经验的一个移载系统 那它到底该做什么用处 我们在这次展厅里面都有一个体验 民众们可以直接去操作机器 体验当成一个工程师 做这样一个晶圆的一个移载检测的一个过程 上银科技早在五年前就与科工馆合作 将机器手臂结合互动装置 扩增实境等现代科技 呈现产业新风貌 2.0版本出了新增最新产业科技展示 也更新提升了八项展品的互动模式与速度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民众对产业机器人有更深入认识 建置优质的智慧机械教育场 非常跟现在科技结合的部分 像是这个半导体之旅 还有这个滚珠罗帽的一个制程的过程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 完全全新的部分 但是更新的部分 因为我们像是有这个闯关机器人 或者商店机器人 或者这个景志祺机器人 这些都是原来1.0版非常受到民众欢迎 跟学生欢迎的部分 那我们让它的速度更快 它的操作模式更人性化 让它的体验会更愉快 无论是人像素描机器人 还是景志祺机器人 都是以往深受参观民众喜爱的展品项目 现在不仅更新又新增了全新的展品 科工馆期待在产业发展的日新月异下 藉由产观学合作 让民众看展 吸收新知识 可以更轻松容易